哈囉大家好 我是卡子蹦 每首歌 每個人背後都有一段故事 這次 那些音樂人的故事要帶來看的是 Walky Rock的貝斯手 Kohama 六塔 1989年9月4日出生於日本大阪 六塔小玄武年級時就加入了偶像團體Heads 而當中的成員也包含了現在Walky Rock的吉他手Tolu 關於Heads的詳細內容可以去看Tolu的介紹影片喔 六塔有一個比他大三歲的姊姊 在樂團裡也是私人當中年紀最小的 當初Tolu成立Walky Rock時 因為樂團卻少貝斯手 所以Tolu就叫六塔去彈貝斯 還用半強迫的方式教六塔在幾個星期內練好貝斯 所以六塔在最初其實有想過要退團 但是在這個想法萌生的時候 Taka加入了 由於有主唱了 樂團成型 也讓這個念頭打消了 在Tolu這股巨大的壓力下 每天滿腦子都是貝斯的情況下 硬著頭皮練下去了 這也是為什麼Taka說他剛入團時 每次跟六塔講話 他只會傻笑都不說話的原因 而使六塔從不喜歡貝斯到喜歡的最大原因是 Red Heart Chili Peppers這個樂團 六塔說過 他因為聽到Red Heart Chili Peppers的貝斯手 Flee 將貝斯彈著這樣 覺得貝斯手好酷 而喜歡上貝斯 而六塔最喜歡的一首Walky Rock早期的歌 則是收錄在Being of Flight中的 Crazy Bosch Com預備 早期的六塔在現場演出時 跟現在看到的完全不一樣 以前的六塔在台上回因為害羞 而連動都不敢動 每次Taka都會叫六塔動起來 但是都沒有用 直到有次彩排 Taka跟六塔說 再這樣下去 就不會有人知道Lyota是誰了 Walker Rock這支樂團應該是要全人都很酷很帥才對 Taka 這番話 讓之後在live上的Lyota越來越活潑 把上衣脫掉也變成現在live的家常便飯 Lyota雖然說是樂團內年紀最小的 但卻是最早公布結婚的喔 在今年年初宣布與美國歌手Avril Lavigne的妹妹Michelle結婚 而今年Walker Rock推出的新專輯Ambitious 有一首和Avril Lavigne合作的歌曲 Listen 有人說 背首往往是樂團內最低調的 彈著歌曲內的重低音 但是Lyota剛好相反 在live上活躍的表現以及許多歌曲 都很難讓人不發現它的存在 它就是PohamaLyota Walker Rock的Crazy Soul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個喜歡並訂閱喔 如果可以就分享出去 你有想知道的音樂人故事嗎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是Casbone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Bye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感谢观看